我們現場其實就有一台車 他就有V2L嘛對不對 RIC 那我們直接請這個RIC出來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功能呢 平常RIC是怎麼去使用他的 然後對於這個的一個心得 跟他使用的狀況是怎麼樣 好 其實我現在基本上就是假日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帶小朋友出去玩 出去玩 哇 這個打開裡面就放的都是你的工具 都是工具 其實現在的我覺得露營的東西都很方便 所以你在椅子你這樣一打開 有沒有 那平常是椅子 平常這些你會拿下來嗎 平常我要出去錢 我會把它放在車上 對 平常就可能把它放在公司這樣 其實這個是打開真的還蠻方便 而且很輕 很小巧 然後也很好收納 收起來就是一個其實還蠻小的 然後像這樣的話 有一些東西 有時候我們就是買了之後 你都會把它收好好的 它怎麼收你就把它放好好的 像這樣的話 其實它這個是一個桌子 但是其實有一些小東西 比如說我可能喜歡洗車 對 喜歡洗車 對 我就會把東西把它放在這裡有沒有 然後你這樣擺的 它可能就是一個小桌子 上面還有放兩個飲料的位置 對 放兩個飲料的位置 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很方便 然後我常用的就是這個V2L 我們剛剛講的重點就是這一支 我當初買的車其實蠻大的重點是 因為它有V2L 有V2L 但是我知道特斯拉很好 但是它還是有一些功能是 你會覺得我真的想要出去親自旅遊 還是幹嘛 我們沒有說特斯拉不好 沒有特別方便 那可以告訴我們說 平常你在這個V2L的時候 對 V2L的時候啊 通常你在使用它的情境是怎麼樣 我基本上現在可能出去的時候 我們會帶小朋友去親子公園玩 對 那你知道親子公園現在都基本上它規劃得很好 對 有超大的溜滑梯啊 盪球籤都會很好 有大草皮啊 小朋友只要去你就可以讓它放電一整天 是 沒錯 但是你要回程的時候 對 小朋友他可能 你可能幫他帶一些換洗的衣物 他會流汗嘛 對 可是要上車之前頭髮都是濕的 沒錯 我就是這個把它插著 有沒有就是插著 然後我就帶著那個吹風機 所以這個接上去就可以 現在這個旁邊的燈是滿電的狀態嗎 現在是滿電狀態 對 然後我就基本上就是接這個 它開始閃燈了 對 然後它這個你只要按下去 對 它這邊有亮這個綠燈 是 就代表你可以開始使用 使用它的電 對 那它的這個電的這個使用的狀況啊 你是可以從手機或者APP 還是說從它旁邊給看得出來嗎 噢不行 它現在這個C是 它其實是這樣 就是馬上變出一支吹風機 所以我時候你看這小巧的這種吹風機 你就帶在車 這個其實算中型的啦 對就是小巧的這個 你就可以他這邊就有 就有這個插孔 直接插上就可以了 直接插上去 這個還滿方便的 而且滿強的 因為我們知道有時候的那個 電不太夠的情況之下 他是比較弱的 是就可以直接幫小朋友 你看他吹完吹完頭髮之後 對 你就再上車 心裡比較不會感冒 其實我覺得這個有些小東西 都還滿方便的 所以變成說像我時候 因為以前我也買過那個 12V的那個吹風機 有沒有 大概頭髮吹乾要一個小時 對 而且吹完還很吃電 對還很吃電 其實它基本上它的電 你的電購 你還可以設設定說 在你的儀表上面 你可以設定說 假設我的電到了20%以下 我的V2L就不供電 OK 就是一個安全機制的保障 安全的機制 然後西門上 像我剛剛椅子這樣擺好 對 我就咖啡機帶著 然後椅子擺好 桌子擺好 就V2L插著 泡個嬌難咖啡 其實也是很舒適 是是是 因為我覺得這個電車 帶給我們生活改變真的是很大 隨時隨地 就變成我們的行動基地 對 那在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討論一下 當你用一台電車之後 它的這個養車成本 因為我們今天來了這個國安 我們好好給它問一問 它這幾個月 跟上 這個差不多一年的時間 到底花了多少養車成本 待會跟你分享